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生物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基因编辑的剪刀 剪裁生命蓝图的神器 二 微生物的酒吧 发酵世界的小酌时光 三干细胞的变形剂 万能身份的神秘面纱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基因编辑的剪刀 剪裁生命蓝图的神器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生物学家们兴奋不已 同时也让伦理学家们 也不能昧的热门话题 基因编辑技术 尤其是那把剪裁生命蓝图的神器 Chris Perica 9 首先 让我们用一个小比喻 来打开这个复杂的话题 想象一下 你手里有一本书 这本书记录了制造一个 完整生命题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基因组 而书中的每个字 每个句子 都对应着我们身体的某个特征或功能 现在 如果这本书里有错别字 或者不恰当的表述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比如疾病 传统的治疗方法 就像是在书的旁边贴上刊物表 而基因编辑技术 则是直接拿起橡皮擦和铅笔 把错误改正过来 Chris Perica 9技术 就是这样一支精准的铅笔和橡皮擦 Chris Perica 9技术 叫做导向RNA的分子 可以将Chris Perica 9系统 引导到我们想要编辑的基因位置上 一旦到位 Ca 9蛋白就像一把精确的剪刀 准确无误地切割掉DNA上的特定序列 这听起来 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这已经是现实 自从2012年 科学家首次展示 Chris Perica 9用于基因编辑以来 这项技术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无数的可能性从中涌现出来 我们现在可以更容易地研究基因 对生物功能的影响 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甚至在植物和动物中 创造出新的形状 但是 正如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 Chris Perica 9也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 例如 如果我们可以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设计完美的婴儿 这种定制婴儿 会不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我们是否有权利去修正那些 并不会导致疾病的基因 比如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慎重考虑 有趣的是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 也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比如2018年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 他使用Chris Perica 9技术 编辑了两个胚胎的基因 并使其成功出生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也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 和科学界的自我反思 总之 Chris Perica 9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有潜力 带来巨大的益处 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我们需要谨慎地探索 这把剪刀的极限 同时确保我们的道德指南针 能够指引我们 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正在剪裁的 不仅仅是生命的蓝图 也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微生物的酒吧 发酵世界的小酌时光 各位酒吧爱好者 今天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特别的酒吧 这里没有华丽的吧台 也没有调酒式的花式表演 但它却是人类享受 美酒佳肴不可或缺的地方 欢迎来到微生物的酒吧 在这个微观的酒吧里 我们的主角 不是穿着时髦的酒客 而是一群勤劳的微生物 它们中的明星 包括酵母菌 乳酸菌 醋酸菌等 这些微生物 是发酵界的调酒师 它们利用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 将普通的原料 转化为令人垂涎的美酒和美食 想象一下 酵母菌在麦芽之中盲目的工作 它们将糖分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就像是在为啤酒充气 让啤酒拥有了泡沫和酒精的灵魂 而在葡萄酒的酒桶中 酵母菌则是那位优雅的艺术家 它们将葡萄汁中的糖分 慢慢酿成醇厚的葡萄酒 每一滴都蕴含着微生物的辛勤汗水 不仅如此 微生物的酒吧里 还有各种特色小吃 乳酸菌在奶制品中大显身手 它们将乳糖转化为乳酸 制作出了酸奶 奶酪等美味 而醋酸菌 则是那位酸味大师 它们将酒精变成醋 为我们的沙拉和烹饪增添了一抹酸爽 这个微生物的酒吧虽然看不见 但它的存在无处不在 从面包到酱菜 从酒类到发酵豆制品 微生物的调酒技艺无所不包 它们不需要音乐和灯光 只需一颗颗糖分 就能创造出无穷的美味 当然 微生物的酒吧也有它的规矩 如果条件不对 比如温度太高或太低 或者氧气太多太少 那些微生物调酒师 就可能罢工导致发酵失败 甚至产生有害物质 因此 人类在享受微生物的酒吧时 也需要学会尊重和配合这些微小的工匠 总之 微生物的酒吧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力的奇迹 也让我们品尝到了文化的醇香 下次当你享受一杯啤酒 或一块奶酪时 不妨对着它们微笑 感谢那些看不见的微生物调酒师 为我们带来了这些小桌时光的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干细胞的变形剂 万能身份的神秘面纱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揭开一个生物学界的神秘面纱 那就是万能的变形大师 干细胞 干细胞 听起来就像是干货店的老板 但它们其实是生命科学中的超级英雄 拥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变身能力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位神秘的变形大师 干细胞是一种未分化的细胞 它们就像是一张白纸 可以根据生命的需求 变成身体中任何一种专业化的细胞 是的 你没听错 它们可以变成心脏细胞 脑细胞 肌肉细胞 甚至是那些让你皮肤光滑 如丝的皮肤细胞 这种变身能力 让干细胞成为了医学研究中的明星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心脏不小心罢工了 干细胞可以变身成心脏细胞 帮你修修补补 如果你的关节 因为粘碎增长 而变得滋滋响 干细胞又可以变成软骨细胞 让你重新跳起华尔兹 但是 干细胞的变身之旅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们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信号指令 这就像是变形金刚 需要听从擎天柱的命令一样 科学家们必须精确地控制这些信号 才能确保干细胞 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细胞 而不是突然决定 变成一个小尾巴 或者额外的耳朵 干细胞的另一个神秘之处 在于它们的不老传说 它们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这意味着 它们可以不断地复制自己 而不会像其他细胞那样老化 这就好比干细胞拥有了不老药 可以永远保持年轻的状态 这种特性 让干细胞在抗衰老 再生医学等领域大放异彩 当然 干细胞的研究 也面临着伦理和技术上的挑战 比如 从哪里来的干细胞 是从成人身上提取 还是从胚胎中获得 这些问题 都需要我们在科学探索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伦理的边界 总之 干细胞就像是生命科学中的魔术师 它们的变形剂 充满了神秘和可能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 我们有朝一日 或许能够揭开干细胞万能身份的全部秘密 让它们在医学和治疗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让我们继续保持好奇心 享受科学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挑战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 三个生物学界的热门话题 基因编辑技术 微生物的九八和干细胞的变形剂 通过幽默轻松的方式 我向大家介绍了这些话题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同时也分享了一些有趣的事实和观点 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 让我们有了直接改变生命蓝图的能力 这既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也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 我们需要谨慎地探索这项技术的边界 确保我们的道德指南针能够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微生物的九八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让我们看到了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辛勤劳动 也让我们品尝到了它们带来的美味 在享受美酒佳肴的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尊重和配合微生物的工作 毕竟它们是发酵界的调酒师 干细胞的变形剂展示了干细胞的神奇能力和潜力 它们可以变成身体中任何一种细胞 为医学研究和治疗带来了无限可能 但在探索干细胞的同时 我们也要考虑伦理和技术上的挑战 确保科学的发展能够与伦理的边界相协调 最后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对基因编辑技术 微生物的九八或干细胞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它们会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六度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